有沒有哪一些企業因為種種的因素考量之下 遲遲無法決定一項政策 或者是停止生產某項產品呢? 當這波疫情快速在美國延燒 許多參與業者在數週內多次調整營業的模式 那麥當勞就是其中一個快速做出因應的企業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我們今天來報導的原因是刊登在2020年3月31日由張芳玉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商業週刊的 疫情延燒,美國麥當勞為什麼選擇停脈最受歡迎的全天候早餐呢? 3月16日,麥當勞宣布全面停止內用 只留下外帶跟得來素的服務 3月24日,麥當勞決定暫時停止全天候的早餐服務 那早餐變成只有早上10點半之前才提供 麥當勞宣布暫時停賣全天候的早餐 因應是為了增加出餐效率跟減少顧客在得來素的等待期間 那這乍聽之下是一個很合理而且也不意外的措施 但是知名商業雜世評論說 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決策 對於麥當勞來說具備了重要的意義喔 那為什麼呢? 這都要從全天候早餐跟麥當勞之間的複雜情感來談起了 美國麥當勞開始推出全天候早餐是在2015年的10月 為什麼推出這個服務呢? 是因為忠實顧客實在太愛麥當勞早餐了 那根據飲食媒體Mesh表示 麥當勞說 另一年來有12萬名的滿福寶愛好者打電話給他們 希望他們推出全天候的早餐 才不會因為時常做過10點半的點來然後趕到二晚 因此在這些熱烈的呼聲中 麥當勞為了滿足顧客的心願 推出全天候的早餐 看似情投意合 卻演變成幾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甚至導致麥當勞營收大減的嚴重後果 首先是出餐流程的劣化 拖慢出餐的速度點餐品質就會降低 延長早餐供應時間之後 網路論壇Reddit就有員工上抱怨 前一秒原本在做大賣客 那下一秒突然又要做滿福寶 因為不同品項需要不同的烹飪時間 很有可能就會拖慢出餐的速度 甚至造成某些煮好的食物放太久的狀況 那以時間來說雖然並不是所有的顧客都很在意等那幾分鐘 但是Meshit表示 對於少部分趕時間的顧客來說 觀感上就會差上很多 再來更致命的是 早餐這麼受歡迎 但卻沒有替麥當勞帶來更多的利潤 甚至導致營收的降低 這是因為為了早餐而來的顧客 開始會比較晚去店內消費 而早餐時段的人流因此就會變少 另外因為品項增加 越來越多下午跟晚上的顧客會點比較便宜 或者是利潤較低的早餐 營收也因此會減少 彭博這間媒體就報導了 自從全天候早餐推出之後 麥當勞市佔率一直下降 跟漢堡王、溫定漢堡、Subway等等的速食店相比 從2012年到2018年 麥當勞損失了最多市佔率 掉了將近3%的百分點 對此 麥當勞就只好再推出更多的彌補措施 包括折扣、提高售價大早餐等品項 甚至祭出只販售馬分麵包本體的招數 這再代顯示出受歡迎的產品不見得是值得販賣的商品 因此媒體也稱讚了 麥當勞趁疫情期間第一個對全天候早餐開刀 是一時不止二鳥的聰明策略 首先砍掉某些商品符合疫情期間適合的營運模式 增加得來速出餐的效率 比較少的品項也讓顧客縮短點餐的時間 進一步加快販賣的步調 再來在疫情期間趁機砍掉受歡迎但利潤較低的品項 比較容易被顧客理解 同時也不用犧牲顧客的充成度 因為還是有其他的品項可以選購 媒體也預測了,這說不定是麥當勞的大好時機 藉此永遠擺脫全天候早餐這個燙手參與 最後麥當勞的策略也讓他們保有度過疫情的王者之之 目前許多企業在營收驟降的時刻無償的回饋社會 然而媒體也指出殘酷的是 許多這些企業不見得都能活過疫情 因此除了在艱難的時候釋出溫情之外 企業也可能試著狠下心來大幅精簡服務或商品 讓自己變得靈活、輕盈或足以撐過疫情 最好的選擇就是從自己早就想解決的痛點下手了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不只是順應疫情的調整 當許多企業或是公司還因為種種因素考量下 遲時無法決定一項政策或是停止生產的某項產品時 不妨參考看看吧 或許不只是企業或政府的某一項政策 其實在人生的面向上面 都需要面對真相、果決判斷跟勵志改變 從早就想解決的痛點下手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加入交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交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十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